主席本席想邀请院长 院长请 院长你好 我想我们延续刚刚我们林委员的这个议题 我特别将这个报纸上面呢 将这一幅 原朝画家也就是皇宫旺的 富春山居原 那么如果依照温家宝所说的 是一半在杭州博物馆 一半在我们国家的故宫博物院 是不是如此 现在这一半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哪里 我们库房里 在我们的库房里头 书华库房 你把他查看那裡还在吗 一定在 一定在 那这个因为这个民生大照 会不会把它拿出来展出 我们那是戒备生严 戒备生严 对 层层关卡 有没有考虑说可以拿出来展出 因为很多人原本不知道有这一幅花 那么可不可能在近期将这一半 当然是在我们的故宫里头展出了 101年101年会展出 照牌的 对 照牌对的 像这一件是我们在70件现展里面 所以这种展览每四年展一次 所以他101年展出之后要到105年才能再展览 所以换句话说距离上一次我们最近距离有可能我们的这个富村山居图 黄公旺的增基 对 要预计在101年再在我们的故宫来展出 是的 好那请教有没有可能在101年杭州的那一半到台湾来展出 一起展出 有没有这样规划 有人在促成这件事情 确实有人在促成 对那我们也希望如果能够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话 这是因为我们是大半 我们是那个比较大的那个部分 他们是前面一小段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烧掉的 没有没有 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副是子民卷 那子民卷跟那个时候乾隆皇帝认为是是增基 事实上那个是赝品 那增基是在这个也在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有两个卷子 好有两个卷子 增基在这 对对对 所以那你另外讲的那个乾隆皇帝那个也是预计要在101年 也是101年我们预计这是照我们原先的规划 所以我们也欢迎在杭州的那一半 能够在101年回到我中华民国台湾 故宫来展出 是否 是我们也希望如此 我们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 有有 好 再请教 很多人如果以艺术来讲 艺术文化是无国界的 但是偏偏还是有很多人会导向政治议题 就像温家宝所说的 他是一个兄弟 希望是个兄弟 而且是由分而合来导向政治议题 假设有人有意愿 希望能够将我们这一方的一半的增基到杭州去展 可能吗 呃这个目前是不可能 他们要完成司法免扣押的 对 所以这一个立场 我们务必要站得非常的清楚 第二个呢 国立故宫博物院他们要承认 所以这两个啊 他如果在这两个条件下 愿意的话 我们愿意去展 请院长再说明清楚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司法免扣押 保障这个啊 事实上司法免扣押是一个文化交流 呃艺术交流的很好的法令 必要条件 全世界已经好多国家 大国家都有 第二个呢 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他能够呃愿意接受 愿意接受什么 我们这个名称 国立故宫博物院 就是接受我国的国民嘛 对不对 中华民国国立故宫博物院 对对 这是我们基本的立场 而且是必要立场 我们一定捍卫我们的立场 是的 所以我们要说得非常清楚 因为本席不希望 不希望有恶意人士故意导向政治的议题 因为我方我们非常确立的这两个立场 第一个司法假扣押要完整 司法免扣押一定要完整 第二个也就是要承认我国立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当然我们也欢迎他们能够到台湾一起来展出 是的 好 这个立场我们非常的明确 我想一并讲清楚 你也才不会那么麻烦 谢谢 一次在那边回答 谢谢委员给我机会 接下来我要请教哦 那很难过的高雄甲仙发生了这个6.4 级的一个地震 那么也引发了故宫南院 是不是有要加强我们强震的这个叙数 那么在这一次6.4级的这个强震之下 有没有损害到我们目前故宫南院的那一些这个 对 这个第三个也就是说 因为距离最近的梅山断层带呢 它的地表断裂部分呢 这个虽然严明是距离17.2公里 地表下的断裂面部分呢 距离为10公里 但是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 到底有没有影响故宫南院的这个安全系数 需不需要再加强 请教 需要的 现在我们啊 就地震这一次我们南院 大概嘉义县大概是5点多啊 这个 集的 需要的 请教 需要加 我们现在目前整地的工程啊 这个 已经完成 没有任何的 这个损伤 就是 我们的这个整地工程 院长插断你的话 因为如果需要加强 总统先生说 2012年 务必要如期开管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条件之下 会如期开管吗 请教 所以这个是啊 我们也是 刚才我一直在讲 自天然的这个目前的变化啊 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可是在这个啊 我说南部的民众以及我们全部的台湾民众希望的是一个很好的美术博物馆 而不是一个啊 在短期呢 啊 所以像我们前面的出问题也是因为时间太仓促啊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弊端 那我们希望走得稳健 所以我们是啊 啊 谨慎的 而且很很仔细很小心的 非常用心的 把这间南院建好 我甚至派我们的同仁到啊 啊 这个啊 日本的九州去考察啊 啊 准备考察 九州博物馆 他们在大地上 请教院长 我们要的是一个答案 对 也据文你不断的在网罗人才 对 甚至连苗栗县政府的参事 林正锋也都希望到这个团队来 是的 是否属实 是的 因为我们啊 文化行政人员在国内非常的缺乏 那因为自己曾经去参观过苗栗啊 这个啊 当时的文化活动 那这次我们追选 好 所以因此我们不断的网罗人才也到各地去看 对 那么一个答案 总统先生所说的 2012年距离现在剩下一年半 又碰到了这个强症 我们的系数务必还要再增加 对 那么 会如期吗 我们尽量 我刚才说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所以现在 而且要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目标 还是设定在2012年要来做开馆的事宜 嗯 这个开馆本身它这个是啊 嗯 如果是要全面开馆的话 可能有它的难度 部分的开馆 我们可以全面全力 所以 2012年我们还是会如期的开馆 哦 当然 这个我们是可以认同的 所以一定要全面努力 对 因为之前留下来的这些问题 也的确让我们故宫伤透了脑筋 但是我们仍旧希望 既然成为一个有为的政府 哦 做了这个职务 就是要全力以赴 而非 说是前面的因素导致我后面没有办法 这个是一个鸵鸟的心态 本席 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产生 哦 这才能够让民众看到 我们是真正溢于民进党的有为政府 好不好 谢谢 哦 所以一定要全力以赴 接下来本席要请教 台湾的航空业 因为我们美国的这个 呃 转接东南亚 航空线 转接得以 票价下降 所以包括菲律宾 印度 越南 以后的这些 贵客 很多都会到我们台湾来做转接的工作 交通部次长 叶次长 叶光使他说了一句话 他希望 在 航空站 桃园 我们的机场 转运站 能够有设置 小故宫设计的创意 院长你同意吗 他那个小故宫是我们的复制品 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 我们这个会配合 就全力配合 对 就是文创产品 是铁 不是针 是延伸产品 延伸产品 是延伸产品 是你的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 可不可能故宫的真品 如果成真的话 故宫的真品可不可能到那边展出 没有 我们现在是用文创品和这个科技的 我们这个多媒体的展示 你那种肥菜嘛 后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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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什么种 有几种 请教 现在小白菜 你们授权的 有盐 产品 还有什么 我们有八十几种 八十几种小白菜 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有八十几种 延伸产品 不是啊 本期请教的是 那一颗小白菜啊 现在有盐作 盐巴做的嘛 很厉害的 还有什么 还有 鱼做的 还有精 精实的 还有玻璃的 玻璃的 玻璃 甚至塑胶的 塑胎 纸的 都有 纸的 对 有纸做的啊 纸做的 还有布做的 布做的 所以所有的材质 几乎都有 还有真正菜做的啊 布工业的 真正菜 我们是领域做的 翠玉做的 还有最真正的 这一座的 历史宝贝的 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的真品 是全世界的宝贝 是的 所以当然 大家都希望以故宫的名义 但是我记得院长 我在争取我们台中县 故宫分院的时候 您说了一句话 我这头脑都记得 您说了一句话说 我们故宫就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第二个故宫 当然我们也在研究沟通 去改变方式 去成立那个园区 谢谢 那就只有一个 所以我听到叶市长讲 要成立小故宫 我驾一下 他会用的 我没用的 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啦 他是做延伸的 创产文化 文创的这个产品 有科技的呈现 科技的呈现 所以会全力去配合 是 预计什么时候会 会实现 他们空间给我们以后 我们就会去布置 会一会去布置 对对 这个如果说到国管区 素食的所在 人口素 够的地方 应该就可以来跟我们故宫 来做这个合作的工作 做一件产品 合作的工作 是的 最后一个议题 你书面资料给我 很多人反映 到底我们故宫商品 听着说 我们故宫 能抽四五成五六成 有没有这回事 请你将这个书面资料给本期 好的 我们在研究 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好的优惠 谢谢 好吧 谢谢 谢谢 就是